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填一下世界上最乖的地铁 地铁在关州十八号鲜 现在我们下去了,很有意思的是 这里只有八个站 就可能汉州上海区别挺大 但是我男朋友跟我说这个是因为他们互相距离很大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时间特别有意思 因为一般地铁就每几分钟都有 但是这里好像还不太多 我们地铁就来了吧 人上人 人上人 这个叫什么那个成语 人上人台 正在外面 我发现这条地铁就特别高可气 看这里的时期都特别漂亮 我发现这条地铁就特别高可气 看这里的时期都特别漂亮 看这里的位置不一样 我是往前面还是往后面 所以现在的天开始了 然后还是挺稳定 就刚才不稳定 然后速度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感觉 我觉得跟其他地贴就差不多 因为在中国所有地贴都特别的快 但是这个是世界上最拐的地贴 然后关州也有世界上最急的地贴 是3号鲜 是吗 然后这个是18号鲜 然后上次我们体验了最急的地贴 感觉今天的体验还是更加好 这里的人不多 但是又舒服又快又干净 所以刚才我查了一下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快的地贴 然后这里的工作人员说是中国最快的吧 那应该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吧 我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州的18号鲜 我也想学呀 所以我在前科业坐了地贴 但是大家有点糟糕 因为没有网络 但是在中国网络特别好 但是这里是世界上最快的地贴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网络的信号 4G 但是不好意思我拿错手机 我尝起来我的苹果 给大家看我的网络 然后这里也是 4G 所以信号还是特别好 我感觉这个地贴坐起来跟高天一模一样 就我在前科坐地贴 然后那里没有那个安全玻璃 就感觉很不舒服 就很担心自己安全 但是在中国每个地贴都有安全玻璃 我觉得应该所有地贴都有 因为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在美国你坐地贴 没有信号网络 而且很脏很危险 但是在中国你坐地贴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这里感觉非常的安全 所以现在我们去体验一下自动驾驶的车子 所以现在我们体验自动驾驶非常厉害 是我第一辈子体验 然后这个车子是自己开 但是需要有4T 因为4T要看安全性 但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厉害 我们坐了最快的离铁 又坐了无人驾设的出租车 就是为了去这个漂亮的地方 下一期我带你们看看 不要关机机我电影不停 21点 21点